歡迎收看,我是小老師,佩穎教數學 那麼在這一集,其實我們是要來 這個複習之前所學的 我在這一張的這個課程裡面有安排一些像這樣子的就是 複習一些,尤其是計算性的知識 就是我們在上學期最後一章 對所有的幾何的推論進行了總複習 然後教造型三顆星嘛 那在這一側的第一章,二次海數那邊 我們也大略的就是複習完了關於解二次方程式 那當然也有一些這個方程式列式的問題嘛 那但是呢就是有一些 不是方程式也不是幾何的 比如說像是這個比例啊 那個數字的推論啊,公英數公倍數啊 那可能就沒有複習到 那這個,當然學校老師會安排複習的進度 那學生自己可能也會安排複習的進度 那所以我們就利用這樣子來討論來去做一下複習 然後我強調一點就是如果你要進行複習的話 不要只是就是等著考試和檢討考卷 包括不要只是等我看完 我們教完這幾題你就覺得說 喔耶!我複習完了齁 你應該要整個去看齁 整個去重看 如果是在國三下看到這一集 它有點晚啦齁 那其實我在國三上最後一章的時候 我就有提醒大家齁 就是你應該要開始展開自己的複習進度齁 那麼來看這一題齁 就是我們既然是複習齁 所以會從這個比較難一點的題目 直接開始說明齁 那帶大家思考思考齁 不知道你在寫作業的時候有沒有寫對呢 粉絲頁齁 粉絲頁按讚的女粉絲裡面有82%是學生 其餘不是學生齁 是成年人齁 那就是題目的設定啦 就是成年人不是學生 學生不是成年人齁 他們剛好就佔了全部齁 那這個題目這樣寫啦 覺得大家會懂啦 那男粉絲裡面佔學 男粉絲佔所有的學生的七成 然後成年粉絲裡面齁 男生有33人 女生有567人齁 那麼請為StatyHard粉絲頁按讚的有幾人 那這個所以說就是 不要沒事去Arcute題目齁 就是題目並沒有說 我並沒有要強調說 現實中成年人一定不是學生齁 但是題目是這樣設定啦 就接受齁 那我們就算數學 算我們的數學 那麼齁 所以這個 粉絲有男生有女生 那他說女生 女粉絲裡面齁有學生 那男粉絲應該也有嘛 學生跟成年人齁 那女粉絲裡面學生佔82% 換句話說這裡是82比18%齁 那他拿掉然後同除以2的話其實是9比41 OK 然後他說男粉絲裡面學生佔七成嘛 所以這邊是7比3 這樣可以嗎 然後他說成年的粉絲裡面男生有33人 女生有五六七人 那其實這個題目這樣提供數字還蠻和善的齁 就是還蠻好算的 他問你說整個粉絲頁按讚的人是有幾人 那為什麼說蠻好算的齁 就是說他這裡已經給真實數字了 所以你不需要到射阿然後還去求解什麼的齁 不需要 那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算的 那這裡是33人啊 7比3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回過來填這一格是77人嘛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567人齁 除以9乘以41齁 這個567乘以9分之41 好 9654 然後9327 所以63乘41 然後6424 12252 0 63這樣 所以是2583 可以嗎 那所以這樣總共有幾人呢 就全部加起來 共 那下面這兩個合起來是600 下面這個合起來是600 上面這個3加7進1 6 3加7進1是8嘛 886 2 6 6 0 所以是3260 3260 好來看下面這一題齁 Tudy heart拍偶像劇齁齁 那他們的經紀公司故意安排 造逼和選L齁舟 搞PL曖昧 那去統計這個 學生粉絲裡面 BL曖昧到底能不能夠接受 能夠接受的 他說不能接受的是 能夠接受的三倍 因為有很多人認為 趙B是他的老公 那這個成年粉絲裡面 不能接受的比較少 佔三成 因為大家都已經接受趙B 不可能是他老公了 如此類的 那麼如果粉絲中 成年人的比例佔的 僅3% 問你說對於這樣這個劇情的 安排是 他說成年人佔粉絲裡面 佔3% 他問你說這樣這個劇情安排 所有能接受和不能接受的比例也好 那其實這題也不難 這題也不難 就是說有成年人 和所謂的學生粉絲 能接受的 和不能接受的 和不能接受的 對不對 然後說成年人的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佔3成 所以是 能接受的佔7成 然後說 學生粉絲裡面 能接受是 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的是能接受3倍 所以要注意這裡不是1比3 更正 這裡就是1比3 這裡不是3成 因為1比3 所以變成是總共是全部1 的話是4分之1和4分之3 所以能接受的是4分之1 那不能接受的是4分之3 這樣子 因為有的人習慣 把那個乘寫成0.幾 這0.7這0.3 角色A的話 這0.7A這0.3A 那這邊的話 就變成他可能會覺得說 3喔3成0.3A 不對齁 他是1比3 所以你如果要寫成 乘數的話 他是25%和75% 所以是0.75 這0.25 OK 然後他說成年人的比例 佔全部的3% 所以整個這邊佔3% 然後這邊佔97% 那其實 你也可以直接算齁 但我們為了要讓整個討論更清楚一點 所以我們做一個動作就是射黑 綠的 這3A 這97A 對不對 那他是3A乘 3分之3 所以這個是0.9A 然後這是 3A乘0.3 這3A乘0.7是2.1A 然後97A乘 剛講的是4分之1 那4分之1的話 我們剛說是0.25 對不對 我寫小數好還是寫 寫 好像寫分數比較好 比較好算 所以這個是 10分之9 這個是10分之21 那這是4分之1 所以他是4分之97 然後這個是4分之97乘以3 所以是4分之 你如果100乘以3的話 300 300-9 這個291 那你可以直接去乘 我只是提供另一個乘法 這樣可以嗎 那所以他說啊 這樣子總共能接受和不能接受的比例 我們可以通到20 所以這邊是 20分之 這個 42 加上 這邊乘以5的話 是 這邊乘以2 這邊乘以5 好 450 370 475 375 475 485 那所以這兩個合起來的話是 527 那一樣通分 這個通到20的話是18 然後這個通到 這個乘以5 乘以5的話是 如果300乘以5的話是1500 1500 1500 然後他少45 9545 所以是1455 啊對啊 直接去乘是145 我 我後來有用腦袋很快的乘下 應該是15 所以可以相信他 那這裡整個合起來會是 這個 三進17 1473 好 所以他的答案齁 就是527乘以1473 這樣子齁 那個我剛才試著約過了齁 沒有辦法約 來看齁 一樣是知情的問題 偶像團體 Study Heart 組隊參加 南砍西小型龍舟賽 南砍西在我家旁邊 賽車呢 這個賽事呢 分別為逆流而上 和順流而下 兩個階段 逆流而上的時候 他們的時速是4公里 我不知道這樣算 快還是慢 那順流而下的時候 的時速是14公里 問你兩趟合計 平均為多少 那 這個問題齁 這個 如果你會 做的話 如果你想對的話 那你應該會發現 我們之前在什麼地方交過呢 我們在 函數的地方 跟在這個 就是二次 二元一次 方程式嗎 比例 一年級 下學期的時候 交過兩次 那交過兩次 我們那個時候 所使用的 例題是 小明上山 時速6公里 下山時速9公里 這是那個問題 那如果你搞錯的話 你可能 因為我故意把它出成是 就是順流和逆流 那很多人可能就會寫 那個什麼 傳速加水速 4公里 傳速加水速是4公里 傳速減水速是14公里 就假如你今天算這個 傳速加水速等於4公里 傳速減水速等於 減的才是4公里 減的才是4公里 加的是14公里 那如果你去算這個的話 這個是 沒用的 那第一個就是 他題目不是為你傳速跟水速 第二個題目也沒有跟你保證 就是說 傳速固定 水速也是固定 都沒有 所以就是這題不是 算這個的 沒用的計算 就是說你 你這樣去算不能說錯啊 你也是算出了一些什麼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用 第一個他 題目沒有說他真的是 傳速固定 水速固定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也不是要問這個 那這一題呢 就是假設 河流總長是L 為什麼要設河流總長是L呢 因為我們在算速度的時候 速度是距離除以時間 所以所謂的平均速度 也絕對不會是4加14除以2 為什麼呢 因為你順流而上 走同一段 賽事嘛 一定都是同一段嘛 走同一段的時候 你會花的時間 跟逆流而下花的時間 就不一樣 所以他所謂的平均 雖然講平均 卻不代表平均 一定是加起來除以2 這裡的平均是加權平均 以所花的時間為加 為權重 那簡單來說就是 你要把總距離除以總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呢 折 看我們之前常常說 你設完位置速度 就是他能夠寫折 折 這個 上有 上 上行 我們寫上行 折上行 下行 花了 L除以4小時 下行花了 L除以14個小時 那麼平均 速度就會是 上行加下行是L加L 除以14個小時 就2L 那上行花的時間是L除以4 下行花的時間是L除以14 那價會是多少呢 我們算在這邊 他的分母 L除以4 Sorry 他的分母 L除以4 加L除以14 這是L 那通分 通到28 28 28的話 是 7加2 個 L 7L加2 L啦 這樣子 那所以是 28分之9 所以他是 28分之9個 L 分之2L 然後那個L會約掉 28分之9 分之2 變成 9分之 變成 9分之56 他說 9分之6 那 9分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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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6公里多 加1柄 三個齒輪依序相接 如果三個齒輪依序 齒數 齒數齁 齒數齒數 的那個齒數目 依序為12齒 9齒和8齒 那 那問你這三個齒輪在運轉的時候轉動的圈數為何 那這題我們也一樣看過 就是齒輪 看更小一點的 那簡單來說就他轉動的時候是一齒推動一齒 那總共轉動的齒輪數 如果你有你一圈有12齒 我繞了五圈那我就轉動60齒 那我轉動60齒你也會被我推著轉動60齒 那你一圈是9齒 所以你要轉動幾圈 那他要轉動幾圈 所以這個總共轉動的齒輪數相同就可以知道說 你轉的三個齒輪 所轉的圈數12乘以他的圈數是A 會等於9乘上他的圈數是B 會等於8乘上他的圈數是C的話 那麼他轉動的圈數比 這兩個會 乘起來是一個定值 這兩個乘反比 所以A比 B比 C會等於12分之1 比9分之1 比8分之1 所以是就通分 通到72 所以 這個 同乘72 這是6比8 比9 6比8比9 那這就答案 OK嗎 好那這也是之前的作業 那就是我們說我們複習一下比例的東西 那因為已經教過了我不整個全部都重教 那我就挑選我認為比較好的思考的 的技巧 的這個方式去跟你們 做示範 那所以像上面這一題 這個 2A等於3B等於4C 那一樣 他固定到一個 值嘛 是一個固定值嘛 等於一個固定的K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既然他們會等於一個固定的K所以這兩個乘反比啦 這個A比 B比 C會等於 乘反比就是 乘倒數比 所以是1分之1比 1分之1比 1分之1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講 你不是很懂為什麼可以這樣子的話 那請去 這個點開有熊老師粉絲頁播放清單裡面找到比與比值的那一張 那你可以從頭看或者你從這個 連比開始看吧從連比的那個地方開始看或者在連比之前的那幾集 你可以點點看有沒有你不會的題目 然後在同分啦通到126比4比3 那像這一題 你把他除以2把他也除以2 2A比 1A比3B比4C就會是2分之1 比 這個 2比3嘛因為我就是把這個變一半這個也變一半 對不對 既然兩個A比你們是1比2比3那半個A比你們就2比1比2比3 同樣的把他除以3他就除以3把他除以4他就除以4 所以這邊可以得到A比B比C 就是2分之1比3分之2比4分之3同樣的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講太快了你不太了解為什麼可以這樣請去找之前的 那幾集來看 那所以說呢顛倒過來A分之1 比B分之1 比C分之1呢就會是 2比 2分之3 比 3分之4同乘6 是 12比9比8 那一樣好這個倒數比就直接倒過來 3分之1比4分之1等於 6比4比3 好那像這個問題也是我們在連比的那一張或者是在那個比例的比較 交進階題的那一張就有提到 我把三個同乘ABC啦三個同乘 ABC就會得到2C等於3A等於4B A比B比C等於3分之1比4分之1比2分之1等於 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在那一集有提到我們左邊同乘就好了右邊不需要所以就會得到 這邊同乘 C比A比B 之所以乘一邊就好是因為他有點像是上下 擴分的概念 所以 這個 3 3分之6是2嘛 那我如果上下同乘2 6分之12也還是2啊 所以這邊就不用動 我只要乘 我只要乘左邊都有 3項都有乘到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1比2比3 的話 那麼A比B比C等於2比3比1 可以嗎 好 那我們這集就上到這裡 4比3 3 por 6